我祝福神的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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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人已拜北于最近的地方 他们祭拜之后将获胜利 于数年之前 以前和以后凡事归珍珠主持 在那日信道的人皆有欢喜 这是由于珍珠的援助 他援助他所抑郁者 他却是万能的 却是至此的 珍珠应许他们胜利 珍珠并不爽约 但人们大半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今世生活的表面 他们对于后世是疏忽的 难道他们没有思维吗 珍珠创造天地万物 只依周理和定期 有许多人的确不幸 将与他们的主相会 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履行 而观察前人的结局是怎样的吗 前人比他们努力更大 前人与地方的指肯和建设胜过他们 他们族中的使者来临他们 珍珠不是亏望他们 但他们亏望了自己 然后恶报乃作恶者的结局 因为他们否认珍珠的迹象 并且加以嘲笑 珍珠创造众生 然后再造他们 然后你们将被招归于他 复活时来临之日 犯罪的人将成沮丧的 他们的配主中将来没有 为他们说情的 他们将否认他们的配主 复活日来临之日 他们将彼此锋铃 至于信道而且行善者将在一个圣地感觉快乐 至于不信道而且否认我的迹象 以及后世的相会者将被拒禁在心法中 故你们在晚夕和早晨 应当赞颂真主超绝万物 天地间的赞颂 以及傍晚和中午的赞颂 都只归于他 他是生物从死物中出生 是死物从生物中出生 他已使一死的大地复活 你们也要如此被复活 他的一种迹象是 他用泥土创造你们 然后你们立刻成为人类 散步各方 他的一种迹象是 他从你们的同类中 为你们创造配偶 以便你们依恋他们 并且使你们互相爱悦 互相怜悯 对于能思维的民众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他的一种迹象是 天地的创造 以及你们的语言和肤色的差异 对于有学问的人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他的一种迹象是 你们在黑夜和白昼睡眠 并且寻求他的恩惠 对于能听话的民众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他的一种迹象是 他是你们以恐怖和企图的心情 看电光 他从游中降下雨水 借雨水时依死的大敌复活 对于能了解的民众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他的一种迹象是 天地依他的意志而坚定 当他对于长眠地下的你们 呼唤一声的时候 你们立刻就出来了 天地万物只是他的 一切都服从他 他创造众生 然后再造他们 再造对于他是更容易的 天地间最高的定性 只属于他 他是万能的智瑞的 他为你们耳旧 你们自身设一个比喻 难道你们 总许你们的奴婢 与你们同样的享受 我赏赐你们的吉养 而他们与你们完全平淡 你们畏惧他们 犹如你们互相畏惧一样吗 我这样为能了解的民众 解释我的迹象 不然 不欲者无知地顺存自己的私欲 真主所误导的人 谁能引导他呢 他们没有援助者 你应当驱向正教 并谨守 真主所赋予人的本性 真主所创造的是不容变更的 这才是正教 但人们大半不知道 你们应当归依真主 应当敬畏他 应当谨守拜公 不要以物配主 紧分离自己的宗教 而成各派者 各派都喜欢自己所奉的宗教 人们遭难的时候 祈求他们的主 同时归依他 当他是他们尝试 他的刑法的时候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 立刻以物配主 以致辜负他所赐他们的恩典 你们享受吧 你们将来就知道了 难道我曾将他们一个名证 命令他们以物配主吗 当我使人类查识恩惠的时候 他们就为那件恩惠而沾沾自喜 如果他们因为曾经犯罪而遭难 他们立刻就绝望了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真主欲使谁的吉养宽裕 就是他宽裕 欲使谁的吉养窘迫 就是他窘迫 对于信道的民众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您当把亲近平民和旅客 所应秀的旋利交给他们 对于想要获得真主的喜悦者 这是更好的 这等人却是成功的 你们吃力而放的债 遇在他人的财产中增加的 在真主那里不会增加 你们所失的财物 遇在真主的喜悦的 必得加倍的报酬 真主创造你们 然后供给你们 然后使你们死亡 然后使你们复活 你们的配主 谁能做那件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呢 赞颂真主超绝万物 他超乎他们用来配他的 灾害因众人所犯的罪恶 而显现于大陆和海洋 以致真主使他们尝试 自己行为的一点报酬 以便他们悔悟 你说你们应当在大地上旅行 因而观察前人的结局是怎样的 他们大半是一物配主的 在不可抗拒的日子来临之前 你应当趋向正教 在那日 他们将彼此锋离 不信道者将自受其不信的恶报 行善 只为自己预备安宅 以便真主用他的恩典去报酬 信道而且行善者 真主却是不喜爱不信道者的 他的一种迹象是 他派风来传达佳音 以便你们尝试他的恩惠 使传播奋他的命令而航行 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 以便你们感谢 在你之前我错月派抢了许多使者 去教化他的宗族 那些使者就招式他们许多名证 然后惩治犯罪的人 冤住信使 原是我的责任 真主派风去兴起云来 然后任意的使云散布在天空 而且把云分成碎片 你就看见云从云中落下 而他使云落在他做抑郁的仆人上的时候 他们立刻欢乐 即使在降雨之前 他们却是沮丧的 你看真主的恩惠的效果吧 他怎样是以死的大地复活 那却是能起死回生的 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如果我使一阵风吹去 而他们看见和苗变成尾黄的词后 他们就必定变成孤恩者 你必不能使死人听你讲道 你必不能使退避的龙子听你混坏 你必不能引导瞎子离开迷雾 你只能使确信我的迹象的人听你讲道 他们是归顺者 真主从懦弱创造你们 在懦弱之后又创造强壮 在强壮之后又创造懦弱和白发 他要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 他却是全知的却是全能的 复活时降临之日 犯罪的人发誓说 他们只逗留了一刹那 他们原是这样悲逆的 有学问的和信德者说 依真主的前定 你们坚意逗留到复活日 这就是复活日 但你们不知道 在那日不遇者的诡辩 无必于自身 他们也不得邀恩 在这个古兰经中 我却以为众人设了各种比喻 如果你招视他们一种迹象 那么不信道者必定说 你们只是荒诞的 真主这样封闭 无知者的心 你坚忍吧 真主的应许却是真实的 你不要让不坚信的人 使你轻率 但是 你读得了